中共十八大前夕 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 突然被免除公安局长要职 海外消息披露 王立军因为腐败和刑讯逼供 已被中纪委立案调查 外界分析指出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亲信王立军落马 标志着薄熙来十八大仕途不保 而且自身岌岌可悲 新华网报道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2月2号发布微博说 王立军不再兼任 是公安局长党委书记 而以副市长身份 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 博讯网消息披露 中纪委正在对王立军 牵涉黑白两道的腐败和刑讯逼供进行调查 他周围的铁杆都已经被捕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 王立军任职警队28年 这次突然被调离政法系统 也可能为方便查处 香港人全民运信息中心发布消息 乔石等退休政法界元老 致信中央政法委要求将王立军免职 中共元老薄一波十五大前夕 曾帮助江泽民逼退当时担任副总理的乔石 以换江照顾他的儿子薄熙来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表示 十八大前夕 王立军被免要职 矛头直指薄熙来 按照薄熙来的安排 他原来等于是重庆唱红打黑 尤其是打黑这一个政界的一个架构者 现在他的这一个职务的变动呢 等于是间接的否定了 这个王立军所做的这些事情 也就是这个打黑啊 变成了黑打 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 王立军试图扶摇直上 从一个民警升为派出所所长 铁岭市公安局长 锦州市公安局长 王立军也是薄熙来迫害法轮功的打手 曾下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 辽宁成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薄熙来接任汪洋 做重庆市委书记后 亲调王立军担任重庆市公安局长 随后掀起唱红打黑风暴 据官方报道 仅2008年夏天的80天内 重庆警方供破刑事案件 32771起 逮捕9527人 薄熙来王立军成立了270个专案组 抓捕了包括一般富翁黎强在内的 近600个所谓黑社会 其中许多是民营企业老板 没收他们的资产上千亿 制造了数百起冤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斌估算 薄熙来唱红打黑花了2700亿 原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用打黑抢来的钱填补2700亿的漏洞 但华龙网透露 重庆市财政亏控仍有一千亿 打黑案件中震惊全国的是 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 龚刚摩被指控是黑老大 遭王立军刑讯逼供 北京律师李庄为龚刚摩辩护 反遭王立军薄熙来构陷 被判一年半 龚刚摩则被判无期徒刑 江维平揭露 薄熙来王立军的罪行累累 包括绑架已被处死的 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文强之子做人质 以及把出租车维权人士 打成黑老大和诬陷恐吓记者等等 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唱红打黑 矛头指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变成了为18大谋求上位的 文革式政治运动 因为薄熙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就是 唱红打黑 已经遭到了否定 不但是舆论上的否定 而且现在王立军的这个案子 也证明在组织上遭到了否定 汪洋的这种绅士 汪洋所谓广东模式 在重庆这个模式之上 好像已经有了风晓 薄熙网消息披露 王立军已经向中纪委揭发薄熙来 和他的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 例如向海外转移资产 以及薄熙来儿子搏呱呱的问题 江维平指出 薄熙来和他的家人 巧取豪夺的财富不少于10亿元 如今薄熙来感到了 从未有过的政治危机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翰 萧宇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地